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一对领养孩子六年的夫妻 一天接到孩子生母的电话 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今天为大家点评代表日本角州奥斯卡的写实片 《陈希江》之《True Mothers》 以下电影画面由Film Movement提供 丽媛夫妇领养的儿子昭豆 接到学校电话说孩子推倒同学却不认错 母亲怀疑自己管教无方 而近来也频频接到莫名的电话 后来终于出生的另外一方 一名年轻女子说自己是昭豆的亲生母亲 向丽媛夫妇要钱 否则就向所有人揭露领养孩子的身份 剧情在这时刻将观众带回到六年前的丽媛夫妇 他们经历长时间怀孕失败之后 决定到广岛的一个特别设施领养 这设施特别为不能照顾孩子的未婚妈妈提供庇护 在这里观众认识14岁的Hikari 她因为不慎怀孕而被驱逐出家门 到庇护所将孩子生下之后 转给丽媛夫妇领养 也在这时候忍痛切断与孩子的关系 那六年后 为什么一个精神落魄的女子 会出现在丽媛门前跟她们要钱 故事就在这时候 带观众到Hikari 在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 丽媛夫妇将会如何接待这张新面孔 电影根据日本著名小说改编 所以在故事的铺陈也忠于小说 让观众透过不同人物的人生遭遇 再将她们的故事串联起来 导演何赖直美允许剧情慢慢酝酿 让观众认识剧中人物 感受她们如质疑和绝望等诸多真实感情 手法细腻 虽然电影长达两个钟头二十分钟 也还是感觉值得 除了导演和剧本之外 功劳最大的莫过于两位女主角 演领养母亲的永座博美 和饰演少女的石田彩珠 赤裸地展示母亲和女性面对的生活挑战 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 电影英文名称True Mothers真实的母亲 感受不论是什么样的母亲 都会在种种遭遇中生存 增添了无比的震撼 陈希江志True Mothers需要一些耐心体验 但观后感十分满足感动 电影获得满分五分的最佳评价 大家不该错过 电影目前可以透过虚拟戏人观看 到filmmovement.com的网站 找一间您想支持的戏院 付费十元在家观看